近期本港確診數字有所回落 很多患者即使在轉音後 仍然有不同的症狀困擾 其中一種常見的症狀就是咳嗽 總醫角度來說 所謂五臟六腑皆令人咳 咳嗽固自然與肺關係密切 但與此同時都與其他臟腑有關係 其他臟腑的功能失調都可以引起咳 咳嗽可以分為外感或內傷兩大類 外感咳嗽主要是由於感染外邪熱發病 例如一些氣候的突變 它的特點就是病情比較短 而內傷咳嗽是由於臟腑功能失調 又或者外感咳嗽未得到妥善治療 而轉化為內傷咳嗽 而咳嗽的主要成因是由於肺氣不清 失於酸縮 肺氣上液而成 我們從患者咳嗽的聲音 發作時間 肝咳嗽又或者帶有痰的咳嗽 痰的顏色 甚至氣味 都可以用來幫助我們去了解患者的體質 一般而言 早上咳嗽振發性加劇 咳嗽連聲重軸 痰出咳減的 都多為痰濕又或者痰熱咳嗽 黃昏又或者夜間加重 咳嗽短促多屬於肺醋陰去 而平訓的時候咳嗽加劇 持續 並且伴有氣喘的話 就很可能是九咳致喘的虛寒症 在痰的方面 痰白而稀薄 就屬於風又或者屬於寒 痰黃而黏囚就多屬於熱症 而痰白清晰大泡就屬於虛又或者屬於寒症 痰大血絲就可以代表肺熱又或者肺陰去 在臨床上 Omicron的康復患者一般以內傷咳嗽為主 常見有三種症型 首先是痰濕運肺 痰瘦反覆發作 早晨或飲食後會變得痰多 痰色白黏囚 痰出咳嗽 患有大便散又或者大便爛的情況 除此之外 還會有胃脹 胸悶 又或者覺得人很累 沒精神 腌胎百利 蜜餘滑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主要以健脾醋濕發痰止咳 為主要治療方法 常用的中藥有陳皮 吉緊 腹靈 半下等等 咳嗽急速 喉嚨有痰聲 痰黃甚至綠色 身體覺得好熱 口乾 胸脅部在咳嗽時覺得痛 舌紅胎黃利 蜜滑索屬於痰葉屈肺 常用的中藥有 背霧 黃神 竹魚 在痰黃綠 甚至有腥味的話 甚至可以加一些魚腥草等等的清熱解毒藥 而肝咳 痰小 無痰 又或者是痰中大血絲 聲音沙啞 口乾 夜晚出汗 潮熱 又或者是手足心熱 這個時候在尼比較尖紅小胎 密細索的時候 就屬於一個肺陰規號 我們主要以一個滋陰潤肺為主 常用的中藥有 沙心 蜜冬 玉竹 梨 五味子等等 內傷咳嗽多為狗病 容易反覆發作 所以病情一般比較長 在患病期間飲食上就要慎食一些油膩食物 以免皮胃生濕生淡 除此之外也要避免吃一些新辣的食物 以及避免煙酒或者接觸一些煙塵刺激 也要注意保暖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 Então 拜拜